再来看香港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香港普及社区检测计划今天正式展开 香港市民踊跃参加 根据统计 全港141个社区中 已有97个社区检测中心的预约额满 这里是位于北角的扎华道体育馆 是香港141个社区检测中心中的一个 1号 这里的预约筹码已经全部预约满了 而相关的检测工作正在有序进行之中 9月1号上午 香港普及社区检测计划 在全港各区的141个社区检测中心展开 开放时间为早上8点到晚上8点 期间预留一小时清洁消毒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与司局长和行政会议非官首议员 在政府总部的检测中心参与普及社区检测计划 参与检测的香港民众表示 检测过程专业而且安全 我们希望可以快点找到这些隐形的病例 令到它没有办法在社区里面 是有一个大规模的一个传言 大家都很有秩序地在排队 现在中央很支持香港的这些工作 派了很多人过来帮忙 如果我们大家都一块来做检测的话 把一些隐形的这些患者给找出来 然后进行治疗 这样很快就会整个香港 就会有一个比较干净的环境 我今天来参加这个疫情检测 我感觉通过这个疫情检测 可以有效的抑制和防止疫情的扩散 尽快让香港的经济和生活 恢复到正常的轨道 感谢我们国家在香港疫情的这个阶段 来香港支持医疗检测 增强了我们香港市民抗疫的信心 所以我们定当全力的支持 积极的配合 很开心今天来到这里参加检测 今天第一天检测 就已经知道很多地方已经爆门 我也很希望第一天可以做到检测 有祖国对我们香港强大的后盾 我们和特区政府也做了很多舒缓经济的措施 我们一定香港是可以战胜日程 首先非常感谢中央政府 对每一位香港市民的关心和外护 我觉得这个措施是非常之重要 对有效控制这个疫情 切断这个传播链是非常之关键 希望多些人来参加这一次检测 从祖国内地和相关国家的抗疫经验来看 开展普及检测 切断病毒的传播 是科学有效的防疫手段 我们都应当积极参与 多一人参与 少一分风险 再说 没有事